我們現在走的這個街道 就是在波哥大 波哥大這個首都呢 是全世界第四高的首都 它的海拔差不多是在2640這麼高 而這個也是目前在南美洲 發展最快的一個城市 南美洲的哥倫比亞 長年以來的國際形象 就是暴力 毒品 還有長達半世紀的內戰 但是根據國際名義調查顯示 哥倫比亞是全世界最幸福的國家之一 哥倫比亞人說 他們感到幸福的原因 是因為他們珍惜當下所擁有的 而音樂 舞蹈 還有咖啡 就是幸福感的來源 特別是咖啡 咖啡對哥倫比亞人來說 是生活 是文化 是經濟 還有國家的驕傲 今天這邊的酒 對啊 Who recyecos 我們每次都要來的 2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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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6 幸福可以这么简单吗 我们从世界最高首都之一的波哥大出发 深入咖啡原乡 发掘咖啡里的幸福密码 这一趟幸福之旅 最先拜访的 是这一座因梦想而幸福的咖啡庄园 穿梭在咖啡树下的几个身影 台湾咖啡迷应该不陌生 知名的咖啡部落客 咖啡空哨张志祥 领军梦幻队伍 前进哥伦比亚的精品咖啡豆产区 溯源交流 成员包括被封为阿里山咖啡王子 在部落种出亚洲冠军咖啡豆的方正伦 还有从医检师跳动转行 并且在国际烘豆比赛当中 表现亮眼的廖思维 以及击败各国好手拿下义士咖啡大赛 世界冠军的张仲伦 熟梦幻是因为囊括了台湾咖啡界 生产烘焙和冲煮的顶尖高手